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去年8月和花莲市签订友好交流协定的日本北海道串路市 昨天10号班晚是由市长夏明大野以及市议长松永真明率团来访问花莲市公所 那么市长魏佳燕是向友好城市参访团表达热忱的欢迎 双方也就花莲市与串路市的包机直航能够早日的来成行 增进两地情谊之外也促进双方经济繁荣与发展 串路市参访团一行人时候班晚抵达花莲市公所 受到市长魏佳燕与公所员工的热情欢迎 公所同仁与原住民志工队挥舞着应有串路市挥的团扇 以及中华民国与日本的国旗夹到欢迎 让来自日本的友人感到台湾人的热情 市公所在三楼简报室安排欢迎仪式 两地市长都期许未来在文化、艺术、体育、观光等领域互动交流 增进彼此之间的情谊 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 在疫情逐渐稳定时 感谢湘米市长率谈来花莲访问 暖暂的停留 无法为您导览整个花莲市的景点与建设 期盼下一次访问行程 能够规划更多的时间停留花莲 我们一同欣赏太武国国家公园的机关 认识花莲原住民及各家文化 分享城市建设经验 希望花莲与川路直航的愿望 早日成行 届时计划将有花莲市民代表会 以政委主席等代表会 组团飞往北国川路市 进行城市深度交流 期许我们未来在文化、艺术、观光等各项领域互动交流 增进两地市民彼此情谊 共同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 祝福所有归宾在台湾的旅程有美好的回忆 谢谢 我们川路市这边跟花莲有相同的一个工作室 每天的一个群日风寸的时候都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当地最中间的一个地方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川路跟花莲都一样 对于自然的环境文化这边都非常的重视 那我们的一个知识建设 也就是配合了我们自然环境才能建设 那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外面之后 跟我们未来的一个许多样的一些 发展跟这个所谓的一个交流能够更加的一个速度 这边的生活更广泛的一个区域来做进行 那我们后面请各位多多请教 谢谢各位 世代会主席李政伟则赠送相传的茶叶 让宾客带回日本品名 也让他们了解台湾茶叶文化 而施工所同仁拿出了台湾珍珠奶茶饮品 让日本有人品尝 虽然这一次来访停留时间短暂 但却是两世友好关系的开始 双方期盼花莲市一串陆市的包机直行 能够早日成行 增进两地情谊之外 也促进双方的经济繁荣与发展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